今日的依资个股推介是康师傅3.2.2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分析指 康师傅主要是中国制造及销售方便面 饮品及方便食品 因应成本上升 康师傅2021年至今两度对方便面加价 提升产品模拟率 另外根据彭博终合券商的预测 康师傅2023至2025年预测息率分别是 8.8厘、10.8厘和12.1厘 息率吸引 2023年上半年 康师傅方便面毛利率提高5.2% 到25.83% 饮品毛利率提高到32.66% 整体毛利率提高2.25% 到30.47% 走势上 康师傅股价至2023年3月以来 反复向下 近日加速向下 以及收到7.43厘 2024年至今已累跌2.2厘 下一个关键支持位是2019年11月6.4厘 由于大市偏弱短期息而先观望 中线而言 康师傅需要显著升川前浪底大约8.9厘 方可扭转退市 并且为了